尤浦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樣手臂上的女人 會在遠方找到良緣 就像我們的貴賓 緣分在遠方 知道遠方的 有些人就是在附近 進水樓台的 但是也有些人是在 跑得很遠的地方 好 我把這種長相特徵 列出四個來 兩個是首相 兩個是面相 然後也給他標個分數 就是60 70 80 90 分數越高 他越在遠的地方 你會找到好的姻緣 好 我們先從60分的 這個首相來看 首相我們先看我們的生命線 生命線的尾端 尾端向外 什麼意思呢 大部分的人 他這個應該是往下 或者往內的 少部分的人他是往外的 那往內的人 通常這個生命線的尾端 往內的人個性比較保守 比較拘謹 不想往外跑 可是如果是尾端往外的 他就像這樣子的話 通常他的心情就不一樣 這隻手來看看 是往內還是往外 應該算往內吧 對 阿翔的右手 因為他是尾端是分岔成Y字形的 那變成兩種狀況都有了 變成是Y字形的 兩種狀況都有了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 如果你是往內 請麻煩看一下這個小圖 如果是往內 你這邊有這樣出來也算 你是往內 因為主線嘛 主要線通常往內的多 我們先說一下 我們的生命線是怎麼出現的 是你在胎兒 在媽媽的肚子的時候 你的兩個手掌 眼著耳朵在媽媽的肚子裡面當胎兒 真的有這個動作 因為這樣子眼兒的關鍵 我們這個生命線通常是往內的多 你們可以想嗎 手掌彎起來 所以你伸出來的時候 通常我們這條線就看到了 嬰兒出來就有這條線 這條線通常往內的多 那如果說你往內沒關係 但是你有這樣子的線 我們也稱為叫旅行線 意思相同 都是向外 就是說它可以往外跑 它不一定說一定要守在家裡 尤其在古代 古代你往外跑比較難 通常都在家鄉嘛 家鄉種田就種田 父母父親是泥水醬 你就做泥水醬 比較不會再去變化工作 那少部人他才會說 跑到外地去 除非是戰亂 如果沒有戰亂 通常都不會跑到外面去 但是如果有些這種的人 他就主動的 不像他們我看還是被動的 有人主動的 他就往外跑 看外面有沒有工作的機會 甚至有外面有沒有 桃花姻緣的機會 所以就是說 這一個尾端往外 或者下面這邊有旅行線的多算 這是第一項 我們再看一下第二項 第二項比較特殊的 我直接稱它就叫做 飄洋過海線 就是我們今天的單元 今天的主題 飄洋過海找幸福 在什麼地方呢 在我們的手掌的邊緣的這邊地方 有出現了這樣的線紋 太細的不要論 比較清楚的 那麼一般人都有 有的可能很短 有的可能很長 我們長的才論 這叫飄洋過海 意思就是說 他一定會跑到很遠的地方 這條線又叫做生涯變動 就是說如果有這種人 這種線的人 一生中的生命變化 不一定是指婚姻 可能在工作方面 或者其他各方面 他一定是起伏高低的 例如說年輕的時候 可能是做貿易商 年老可能是突然去做 建築方面的工作 就一個大變化大轉換也算 那對於婚姻來講 這是一個大變化 你怎麼想到 你小時候怎麼想到 我突然到一個莫名的地方 一個國家去 嫁到哪邊去 嫁給外國人或取外國人 對 所以也是一個 很生涯的大變動 所以我稱它叫做飄洋過海文 出現在這邊 有沒有 等一下我再幫你們看一下 好 下面我們就看面相了 我把它分數列到比較高的是80分 80分就是說這種人 他因為會飄洋過海 不幸的是得到良緣 可能是得到壞的 惡的緣也不一定 嫁過去被老公打的 或者嫁過去婚姻不幸福的也有 或者嫁過去婚姻不幸福的也有 但是這種他嫁過去很遠 但是一定是良的良緣 好 下面我們就看面相了 我把它分數列到比較高的是80分 80分就是說這種人 他因為會飄洋過海 不幸的是得到良緣 可能是得到壞的 惡的緣也不一定 嫁過去被老公打的 或者嫁過去婚姻不幸福的也有 但是這種他嫁過去很遠 但是一定是良的良緣 他是什麼呢 人中生還有耳朵大 這兩個一項 有一項就算了 人中生跟耳朵大 都代表有貴人 那他為什麼會有貴人 表示他自己的個性 個性非常的開朗 能夠適應 能夠接受 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 你要適應對方的生活 對方的語言 各種方面不同的習慣 然後你個性又很開朗 能夠接受又很大方 不會扭扭年齡 你不會一天當然躲躲藏藏 或者一天會把自己避 避在裡面 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所以你一定要這樣子 人中生 或者耳朵大 剛講過 就是他能夠適應 他貴人多 然後他個性又非常的開朗 所以他能夠到達遠方去 還能夠得到好的一緣 是 不然你到遠方得到壞的也沒有用 好 下面我們第四項 最後一項我給他90分的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跑遠方 跑遠方 一定要看我們的 義麻 就是邊地跟義麻開朗 邊地就是 我們的額頭這一塊都叫邊地 義麻呢 特別又是指角落這一塊 不管怎樣就是這一塊多帥 就是額頭的這一邊呢 就是邊地跟義麻 那邊地義麻就是望文森義麻 就是他是跑遠方的 到很遠的地方去的 那中國古舍來講是到邊疆去的 當然現在沒有說邊疆 就是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你都能夠適應那邊 對方的生活 能夠甚至在那邊會有發展 那這種不一定是因緣 如果這樣好的話 你通常做旅行社 做貿易商 或者在遠方發展 都是多不錯的 那如果是因緣來講 當然就是好的因緣了 好 那這次這樣給各位做參考了